大家好,今天周末,看了看新闻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闻值得去谈论 有一个在北美这边大家谈论的比较热烈的,不管是各个频道也好,各个媒体也好,有讨论 就是关于班农给抓起来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呢一直也在看 看到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情,这个简单来说呢 就是班农当然大家很熟悉了,台湾人很熟悉,他经常还出现在彭文正教授栏目里面的这个人 他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之前有一个集资,这个集资呢在美国呢就是要修墙 这个墙说美国政府不愿意出钱,如果政府不出钱的话呢就由民间集集资 集资然后把这个墙修起来,之前大约集了有千万美金吧 上千万美金的这样的一笔款 然后班农把其中一部分钱给挪了,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现在保释出来 所以我看了看也就这样了,也在美国这种国家,在西方这种国家 集资成了一个基金会,然后把这个钱去挪一挪呀 或者说一个上市公司,一旦上市以后把这个钱挪一挪啊,挪到自己私用了 这个司空见怪,我倒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吧 我呢今天想说的呢就是说一点轻松话题吧,没有特别严肃的话题了 我觉得台湾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今天标题标的 台湾三博士,三求蔡鹅鹅,是这样一个事情 哪三博士呢?第一个是彭博士 彭博士在之前啊,求蔡鹅鹅,求告 蔡鹅鹅呢,告了彭博士了,彭文正博士了 彭文正呢,一直到法院啊,就是赶快开庭啊,赶快开啊 一直多少次求告,到了一年多了,半年了,一年了 整天就在喊要求告 蔡鹅鹅呢,就以总统府的名义,说要告贺德芬老师,告林欢强老师 然后最后也告彭文正教授 完了以后呢,哎,好啊,那既然告的话,那就开庭吧 所以呢,一直就不开 不开的话呢,彭博士呢,就着急 一直是求告,我看隔一段时间就提这个事情 隔一段时间就提这个事情 所以呢,这个彭博士向蔡英文求告 这是第一求 到现在法庭也不开庭 蔡鹅鹅就是拿这个总统府 好像怎么怎么着,就跟现在这个李金勇似的 动不动动,我要告你,好啊,告啊 李金勇啊,这个中选会啊 一直也是高喊着要告我们108演播室啊 到现在呢,我们等,我们倒没求 我们不用求的,我们再等 等他告那个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到现在中选会也没有告我们 我们也没看见中选会在什么地方告我们 所以中选会呢,可能也是学蔡鹅鹅 就是我要告你,其实呢,是吓唬老百姓的 他告啊,他怎么不告呢 所以我一直在看呢,彭博士求告蔡英文 求告蔡鹅鹅,希望蔡鹅鹅能够告 这个是第一求 第二求呢,是在台湾的曾博士 曾淼洪博士 求打,求揍 曾博士啊,他一直在质疑 批评蔡鹅鹅这个假博士的事情 而且呢,他非常的勇敢的 还走到了凯道上 对着总统府,高声喊 蔡英文,贾博士 蔡英文下台 蔡英文不要脸 这个时候呢,曾博士呢 我在看曾博士直播的时候呢 曾博士说,他求打 说你警察赶紧出来啊 你出来一帮警察,你打我啊 我给你揍,给你对打 你敢打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在高雄辅选的时候 在高雄罢韩的时候啊 我,警政署长亲自高雄 然后所有的警察部队 全部押往高雄 那个厉害,吃枪核弹的 又是派出所的厕所 所长都出来了 面对这个杰森 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美国公民 那凶,一帮警察围过去 说再也不怎么着的话 就怎么怎么着了 你看看多厉害啊 哎,那这个时候曾博士呢 就来到了开道 对着这个蔡格娥这个总统府高声喊 蔡格娥下台 蔡格娥不要脸 这个时候呢 哎,就希望能够警察能够出来几个 有本事里出来几个呀 曾博士当年他也是当兵的嘛 拳脚也还可以 我估计,所以呢就求答 郭文文明祖宗中心 一旦博士,下台 蔡英文,表年 来,有起来 都没有,手机没,手机机高 手机机高,来 来,1,2,3,开始我画三遍 来,1,2,3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來 再一次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來 再一次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OK 手機 手電筒的功能打開 然後 虎口朝外 然後 大聲地 我們要連喊三次 大聲地喊出來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不然 北建小 北建小 我們台灣人 說北建小是很重的東西 我只要跟他噴出來 我們說一下台灣話 北建小 好 不好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來 再一次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再一次 甲博士 下台 蔡英文 不要人 等一下 欸 我跟你講 兄弟啊 我今天還真希望說 來了五百人 然後呢 我們就用力 跟警察 在那推推推 然後呢 他們剛好逃到一起 我就倒在地上 甲博士把蔡博士打他送進去 怎麼沒有這個鏡頭 實在是真是的 真急啊 欸 你知道 我就希望把事情搞大 大家都有拍照 拍照下來 我就通過我的管道 我的管道 我就把它送到川普的桌上 送到德國梅克爾的桌上 日本首相安倍的桌上 讓他們看清楚 我真的 他們不光我 我的倆公 他們最好把他打他送一刃 這是我的 我今天的夢想 夢想沒辦法成真 不能看出 這時候呢 你看看總統府的警察 沒有 警政署長也不出來 這個沒聲音 曾博士呢 現在是每周五的晚上 他們都去凱道去抗議 我相信人呢 是慢慢慢慢的 會越來越多的 這個是星星之火 那看看曾博士 在凱道上求打這個事情 看看這個台灣的警察 是不是拿著電棍 拿著棍棒 出來給一幫人給臭打一段 所以這個現象呢 我們還在看 我們在此呢 也是呼籲一下大家 在周末 周五晚上 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天氣不是很熱呢 去聲援一下曾博士 曾博士 在凱道上抗議 蔡英文這個賈博士 所以這個是第二球啊 第二球啊 第二球就是曾博士 求打 第三球呢 是歐博士 歐崇敬博士 歐崇敬博士 玩這個呢 比較浪漫 歐博士是求婚 向蔡阿阿求婚 直接把這個蔡阿阿呢 給娶回家 是玩這個 這個呢 確實我覺得也挺有意思 是準備要向他求婚了嗎 是一往情深 不是獨有情中 因為我接過婚了嘛 所以不能說獨有情中 但是一往情深倒是真的 你說我總共拍了2500支視頻 討論他 我跟他肯定有七世姻緣啊 你準備向他求婚嗎 他如果沒有意中人的話 我可以考慮 準備送他63朵玫瑰 你都準備了什麼禮物啊 63朵玫瑰啊 因為代表他的年紀吧 你向這樣的人求婚 你不怕公開到媒體上 有什麼影響嗎 那我最重要的是要把他規劃為 成為正義的這個化身之一 因為他現在老是啊 跟盜匪在一起 要不就跟索馬利亞海盜 要不呢 就跟一大群 偽造賈博士論文的這種啊 笔杆子盜匪在一起 實在啊 對國家 不太健康 唯一的辦法就是 哎 有正道之士 跟他重新組一個家庭 看能不能把他規劃規劃 成為善類 所以呢這個 歐博士的意思呢 是要改造一下蔡柯柯啊 用這個善良之心啊 用溫暖啊 去把一顆邪惡的心 給他給融化了 給他感動了 能不能做得到 這個咱不知道 那至少呢 歐博士這個舉動呢 我還是非常的敬佩的 我 你要面對那個玩意兒啊 還有每天都要面對那個玩意兒啊 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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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般人的話 受不了 我們這閃一下 網友都說 陳老師 別別再播菜鵝 這個面孔了 噁心啊 嘔吐啊 要吃不下飯 我呢有同感 我也是這樣 但是呢 我們勇敢的 歐博士呢 準備 天天 他要面對這副面孔 天天 要聽那個聲音 他還有強大的內心抵抗力 這個 哇 絕對厲害 如果能做到的話 絕對厲害 本人也是非常的佩服 所以也非常的支持歐博士啊 玩一個浪漫的球啊 像菜鵝鵝 求婚 所以呢 在台灣現在呢 我突然昨天就覺得呢 有台灣三博士 三求菜鵝鵝 這個挺有意思 那三位呢 都非常非常勇敢 他們用的方法不一樣 彭博士呢 用的是文明的方法 告嘛 對吧 求告 曾博士呢 用的是武侠的方法 求打 歐博士呢 用的是浪漫的說法 求婚 直接給他婚過來 最後 是不是歐博士能夠昏倒 還是怎麼著 我還不知道啊 過兩天我再跟歐博士 再探討一下這個事情 看看這個 求婚這個問題 進展怎麼樣了啊 彭博士呢 求告呢 到現在一直也沒有反響 曾博士求打 那到現在也沒有反響 那我們下部看一看 關注一下這個歐博士的求婚 看看這個事情 有沒有什麼反響 有了反響以後呢 我們再做陸續的報道 我們再和歐博士進行連線 看看有沒有新的消息 新的八卦新聞 讓我們能夠哈哈一笑的 好 今天說到這兒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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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